看完了海上的演练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路上 九九十坦克是我国陆军新一代主战坦克 作为第三代坦克 其火力 机动性 其防护力 都明显优于其他主战坦克 尤其是突出的防护性能 九九十坦克在炮塔和车体外部 均采用可拆卸的复合装甲 防护能力成倍提高 是我国陆军重型合成部队的主要突击力量 近日第78集团圈某合成旅 组织所属坦克分队 在东北山地展开了基于实战条件下的 实弹射击考核 我们一起来看九九式主战坦克 在训练场上的风采 在坦克分队实弹射击考核中 射手要在行进前操作并列机枪 对400米外随机显示的目标 进行三到四次点射 随后操作火炮在两分钟内 完成对2000米距离上 随机出现的两个固定目标 和两个运动目标射击 在追求成绩的同时 我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这就要求每名射手 在目标显示后的几秒钟之内 完成测距 瞄准 跟踪 激发 所有射击动作一气合成 准确无误 考核现场风沙较大 但考核组并没有因此降低训练难度 而是要求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继续进行考核 风沙比较多 对射手搜索目标有着很大的影响 驾车员在驾驶过程中 基本上是平感觉在开车 这就要求我们单车成员 对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 要有着充分的了解 大胆冲车 平板滑行 精确瞄准 适当修章 此外 本次考核坦克分队 还模拟实战条件 增加烟幕遮罩 利用地形 战场防护等实战技能训练 将战术运用融合到技术训练当中去 重点突出单车成员的指挥协同能力 让坦克兵的作战能力 在逼真的作战环境中得到提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位老人 叫杨庆久 今年92岁了 是抗美援朝时期 第一批入朝作战的老兵 参加过第一到第四次战役 及反角沙战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张老照片 一直珍藏在老人的相册里面 照片上四个佩戴红领巾的小女孩 分别是秦秀云 张书平 郑兰芳 张书芳 拍摄的时间是1952年4月17日这一天 我们也可以看到 祖国的小朋友敬赠几个字 也是格外的醒目 而这张老照片背后 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天的影像志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952年 杨庆久回国看望住院的战友期间 被一所小学请去做报告 听完报告不久 四个小女孩就送来了这张照片 希望能和她保持联系 可是杨庆久很快又回到了朝鲜战场 就和他们失去了联络 前不久 老人去军博参观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 思绪又被带回到硝烟滚滚的战场 参观现场 有不少学生围拢在杨庆久身边 听他讲述战斗故事 此情此景 让老人回想起当年祖国的小朋友 现在的他们在哪里 过得怎么样 于是老人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之声的节目 寻找那四位小姑娘 经过热心网友提供线索 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找到了其中两位姐妹 85岁的张淑萍 和83岁的张淑芳 提起69年前送照片的事 他们记忆犹新 有一个旅店 我就记得是个旅店 他们住在那里头 去他们那去 过后啊 就是上他们那去玩去了 还看他们去了 那就是 对 然后就拿了下照片 两姐妹说 当年志愿军战士 将生死置之度外 保驾卫国的壮举 一直影响着他们 最爱看的电影 就是那个什么 上甘地 每次都看 看了不下五六次 我看说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会流眼泪 是 我觉得很爱嘀咚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祖国的小朋友 一直惦记着最可爱的人 而最可爱的人 也记得彼此的约定 就在3月20号这一天 在北京市第11中学 附属京中阶小学 张书平 张书芳和杨庆九老人 终于重逢 而这里正是当年杨庆九 作为志愿军战士 做报告的那所小学 您好 您就是当年的志愿军叔叔吧 这么多年了 激起来了 我看见你 你不要我激起来了 我叫张书平 我看到您现在 您对我印象很深 您还记得吗 我当时是学员会主席 主持那张会的 我记得跟你说话最多 对 跟我说了最多 对 跟我说了最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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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嗯 这是我 对 这是他 我个头最小 我这照片啊 一直保留着 不 真是不见得 我看出人想念你们 当时一跟我们说呀 您找我们 要跟我们见面 哎呦 我告诉您说 我一宿没睡觉 我真的睡不着 我就想啊 我说 哎呀 我说这可真是难得 69年 是吧 您还能记得我们 69年 我一直怀念你们 是吧 时隔69个春秋 老人们有着说不完的话 当年 杨庆九做完报告 返回朝鲜战场 不久后 回国被保送到清华大学 张书平和张书芳姐妹 分别考入首都师范大学 和中国农业大学 毕业后 姐姐去了延庆 一所学校教书 妹妹则到内蒙古工作 张书平说 成为老师后 自己每年都要给孩子们 讲未威胁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每一次讲课 她都会提起 当年杨庆九讲述的 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我就把我自己的感受 结合这课文里的内容 给学生讲 所以学生们 也是很受鼓舞的 大家都觉得 我能见到志愿军 而且还跟志愿军 当时就出的 志愿军叔叔一起 照相 连欢 还都很羡慕 杨庆九老人将自己 多年来珍藏的那张合影 制作成精美的复制本 送给姐妹俩 遗憾的是 照片中的另外两人 其中一位已经离世 另一位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前来见面 当年依一场报告相逢 由一张照片相迁 彼此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如今杨庆九再次登上讲台 再次讲起当年复朝作战的故事 听众既有69年前祖国的小朋友 还有69年后祖国的花朵 感动不曾改变 静意依旧浓烈 零下二十多度 两边都冻着冰 我们就脱了衣服 都脱了 顶着衣服 顶着武器 过那个江 我特别的感动 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 只不过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好好学习 要掌握科学知识 建设我们中国 当年的祖国的小朋友 已经一头华发 最可爱的人也早已步履蹒跚 但老人们唱起志愿军战歌 依旧激情满怀 这时隔69年的重逢 深刻的记忆依然有穿透力 真挚的情感依然温暖人心 对杨庆久老人来说 寻找的不只是祖国的小朋友 更是几代人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不曾改变的深情与热爱 是那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